在國立宜蘭高桑儀隊引領之下 大會會期緩緩進場 宣告112年宜蘭縣身心障礙國民體能競賽正式開始 縣長林志廟也專程出席 勉勵這些身障選手能夠挑戰自我爭取榮耀 同時表示縣政府會積極營造宜蘭優質友善的運動環境 帶動本縣運動風氣 共同拼出宜蘭好運動 宜蘭好健康 比賽的項目包括地板的滾球 特奧的滾球 保齡球 桌球 影球 體能競賽 氣味競賽 期盼選手大家大選身手 勇奪的佳績 感謝所有的鄉親好朋友 仗兼負我們的責任 那這些親使們我們共同來承擔 在這裡祝我們全體的姓名 我們今天參與的選手 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架息 大家生活快樂 身心健康 只要有全國比賽 我們的成績都名列前往 那表示說我們推廣的全國運動 已經我們全民都有在推動 都有在享受到我們益助下去的一些 今年身心障礙國民體能競賽 有來自全縣的身心障礙朋友和家屬共襄勝聚 共有83個單位 2124位選手和隊職員報名參加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心採訪報導 人生 替耀 服心採訪 報導 生 替耀 服心 採訪 報導 人生 替耀 服心